一場席卷全球的疫症 令到破紀錄那麼多的選民提早投票 不過早了投票 不代表會早些有結果 因為不是每個州都會事先處理和點算選票 加上邮递票處理步驟繁多 而且不少州政府放寬邮递票截止期限 要處理史上最多的邮递選票 會是各地選舉部門一大考驗 美國有22個州一收到邮递票就開始處理 最理想情況之下 大選一晚會知道這210張選舉人票屬於誰 當中不少是兩黨基本盤 按照推算拜登將會獲得過百張選舉人票 特朗普就有51張 四個搖擺州當晚亦都可能有結果 至於有29票亦都是最多票的搖擺州 佛羅里達 和另一個兵家必爭的賓夕法尼亞州 相信會在之後幾日有結果 但就算算上這些預計大選 那個星期有結果的焦點州份 仍然沒有任何一方可以找取超過 當選門檻的270張選舉人票 拜登和特朗普可能要等到兩黨票倉有結果 才可以宣布當選 時間上戰線會因為這樣拖長很多 就以傳統民主黨根據地 有全國最多55張選舉人票的加州為例 由帝票截止期限是大選之後17天 是期限比較長的州份之一 換言之如果選情交著為免爭拗 加州很可能要等到月底 點完所有票先公佈官方結果 未來四年誰入主白宮 最快何時有結果仍然充滿變數 有線電視記者盧曉珊報導 既然趕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